美军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射再次取消 而美军频频试射导弹的背后 则透露了对我国威慑的进一步加大 来看详细情况如何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秘财户 我是虎妞 尽管美军的HM183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因多次失败而下马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 美军停止了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的研究 相反美军还有多个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在同步运行 不过这些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的进展同样不顺利 在近期 美国陆军在发射暗英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又一次失败 并且这是该导弹的第二次失败 不过和之前的HM183不同 这两次都是被取消失射 并不是发射失败 据悉 这两次失射都是因为导弹在发射前的检查没能通过 这次导弹失射在检查的时候 发现上面的电池没有激活 因此取消了失射 目前正在对该故障原因进行调查 并纠正 从而继续推进该导弹项目的开发和失射 而该款导弹是美国陆军和海军共同开发研制的 海军打算给朱姆沃尔特驱逐舰以及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上配备的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就是该导弹 但是在海军中 该导弹被称之为中程常规快速打击导弹 加起来的话 该导弹已经进行了三次试射 并且每次都出现了问题 更令美国海军和陆军失望的是 原本陆军在今年年底前就打算让这款导弹具备初步作战能力 而海军则希望在2025年和2028年 分别在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上发射该款导弹 从目前这款导弹接连几次的发射失败来看 这个希望已经可以说是近乎于无 该导弹虽然在飞行速度上来看 只是超过了5马赫 相比较中俄两国的高超音速导弹速度处于垫底的存在 但它有着一个不规则变轨的能力 这样的话 对方的雷达系统很难计算并掌握它的飞行轨迹 这样的话 根本无法做到拦截 再加上 即便是只有这5马赫的速度 对于全球的防空系统来说 也很难实现防御 当然 该款导弹的多次试射 只是美军在大力发展 中远程精准打击能力的一部分 美国签订中导条约的时候 军事实力强大 不用担心这点 只需要能够制衡俄罗斯就行 但现在 随着技术的发展 以及中国的崛起 美国的导弹技术 在中导条约的限制下 就显得不够看了 当前 美国陆军所拥有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该导弹的有效射程为300公里 这也是乌克兰一直要求美国提供的系统 一旦美国提供了该系统 支援给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射程 就能达到300公里 但这个射程放到太平洋方向 根本就没有作用 太平洋地区面对中国这个对手 必须要有射程上千公里的导弹才行 因此 美国就在2019年推出了中导条约 并开始研发和部署 射程达到500至5500公里的导弹 并提出了多个不同的导弹项目 来形成远近结合的导弹搭配 从而提高美军的导弹打击能力 当前总结下来 美军大概有三个导弹项目 第一个就是精确打击导弹 射程为500公里 第二个则是提风导弹系统 该发射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和标准6防空导弹 有着1800公里和460公里的对陆打击能力 而现在的暗英最大射程 则能够达到2800公里 在这三款导弹中 暗英又是美军最为重视的 这个距离一旦该导弹部署到关岛上后 就能直接覆盖台岛了 甚至还能覆盖到我国大陆的海岸线 使得我军出动航母舰队的时候 被该导弹摧毁 让美军也拥有航母杀手 不过这款导弹的射程 也只是勉强覆盖到我国大陆海岸线 我国有着射程更远 数量更多 速度更快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些导弹能够部署在内陆 对美军的关岛基地发起打击 让美军还没开始行动的时候 就掌身余副 所以 这也是当前美军这么着急 开始多个导弹项目研究的原因之一 因为自己的武力威慑 根本对中国没用 只有研发出射程能够覆盖到大陆 甚至是内陆的高超音速导弹来 这样才能让美军的对华威慑起到作用 但这对目前连入门款高超音速导弹 都没能实现列装的美军来说 显然有点困难